老婆 你叫我来干啥呀 叫什么老婆 我们都没结婚 但是我们谈恋爱妮嘛 是吧 叫老婆很正常的嘛 我是来跟你分手的 啊 你叫我来分手 嗯 怎么就分手了 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 挺好的 就是我找到一个要比你有钱的 找到比我有钱的 嗯 那我的钱我也给你花的呀 那你那点钱能干啥呀 我每个月五六千块钱啊 是不是啊 我都给你五千了 让你随便用 人家说了每个月给我一万块钱的零花钱 人家都不说什么 你看你才这么点还一直说 那我觉得我对你好了呀 人家也对我好呀 那你就不能这么没良心啊 是吧 我们谈恋爱的这么多年了 啊 你都没上过班啊 全是我养你啊 你要是真的爱我 你就应该让我自己去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你自己追求你的幸福 爱一个人呢 就默默付诸 哦 合着你跟我在一起 你是为了让有人养你 是不是啊 也不是啊 合着是要用我的钱的 是不是啊 我是真的在跟你谈恋爱 但是我遇到更好呢 那我肯定要选择更好的呢 是不是啊 那 你爱我你就放手行不行啊 别纠缠了 啊以后别给我打电话啥的 也别发现虚了 什么别纠缠了啊 我跟你谈恋爱 我是想跟你结婚 我想娶你 我才对你这么好的 可是你跟我谈恋爱 你不是为了跟我结婚的吗 我跟你想真正爱一个人呢 看到他幸福就行了 看到他幸福就行了 我感觉你不是真的爱我 哦 你现在找到一个比我更有钱的 你就跟人家走 如果找不到你就一直跟我 是不是啊 那谁让你自己不优秀呢 这也不能怪我吧 你这也太渣了吧 行 我放你走 但是呢 你要 还我这几年你用我的钱 怎么还还钱呢 那你跟我在一起 你就是为了花钱啊 为了有人养你啊 我并不是为了要跟我结婚啊 那好多人谈恋爱 当好几年也没结婚啊 那种人家好几年没结婚 那种人家是不花钱 不花男友的钱的 自己花自己的钱的 那你这个来花我的钱 养你这么几年 白白养了啊 你还说你爱我呢 你看你给我花钱 现在我要跟你分手 你又叫我还你钱 我养你这么几年 我是想让你嫁给我啊 现在现在变成了养别人的女朋友 养别人的老婆了 以后你要嫁给别人 那我就 那我就吃亏了呀 这么多年 几十万了在你身上 想办法还给我啊 没钱也想办法啊 你不是找了更有钱的吗 你就跟人家拿起来还给我呀 你以为人家的钱很好花啊 很好花不很好花我可管不了 人家给我钱人家都问用在哪里 我可管不了 我怎么说啊 给我钱男友这样子吗 反正这手是必须分定的 你这种人我也不稀罕 但是钱呢 你还是必须还给我 是你自己愿意给我花的 又不是我问你要的 分手是必须分的 然后钱必须还的 就这么简单 我这就很难以为你 帮你 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帮我帮你帮你帮你帮我